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Chat GPT 聊天机器人话题不断 许多人对于他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感到很惊奇 甚至有人觉得已经超越人类大脑 不过语言学大师说还有很大的差距呢 聊天 写文章 编写程式 样样精通 由微软投资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hat GPT 在全球掀起旋风 AI这么多事都能做 是不是已经比人类聪明了 近来语言学大师 麻省理工学院名誉教授杭士基 就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 认为人工智慧还停留在前人类或非人类阶段 他在文章中提到 有人认为Chat GPT这类人工智慧 是机器学习领域的奇迹 不仅资讯处理速度与容量远远胜过人类大脑 甚至能产出超越人类的艺术创作 就长远来看 那天可能会到来 但目前还尚未见到黎明的曙光 杭士基指出 聊天机器人和人类大脑最大的差别在于 聊天机器人必须狼吞虎咽的处理数百兆的大数据 才能匹配出最适当的对话来回应 而人类大脑是一个极致效率的优雅系统 只要少量讯息就可以运作 也就是说 在有限资讯下 人工智慧不像人类一样能建立自己的语言系统 缺乏思考及局一反三的解释能力 除此之外 杭士基也批评 ChessGPT为了确保自己的道德性 对于复杂的道德问题 往往拒绝表明立场 总是以一种冷漠或回避的方式来回应 变称自己只是个AI程序 似乎是要把责任推卸给创造者 ChessGPT2022年底横空出世 人工智慧与人类的区别各界议论纷纷 有人对科技突破感到惊喜 同时也有人反思人类自我价值 无论如何 科技与伦理的议题 还有待公民社会更多讨论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白宫2024年国防预算提高到8000多亿美元 引引来自中国的挑战 有外媒报道 拜登政府也正在考虑采取行动 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先进技术的投资 近日外媒报道 有不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将发布一项行政命令 将限制美国在海外先进技术的投资 以防止中国利用新技术提升军事能力 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已向国会提交报告 根据外媒报道 行政命令将包括禁止私募基金投资半导体 量子运算及AI等领域 拜登政府也正寻求与G7成员国的合作 美国限缩对中投资的概念 和本届G7会议因应中国威胁 聚焦经济安全相关议程 一再显示各国对于中国的警戒再次升高 执行投资监管计划所需的款项 也会列在白宫最新公布的 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中 美国新年度预算总额约6.8兆美元 其中国防预算提高至8,420亿美元 将强化美军籍盟友实力 因应中国持续的威胁 装设综合报道 韩文音乐剧《小王子》中文版 去年在台湾演出 今年首次回到首尔 展现台湾剧团的感性 还有说故事的能力 展望未来能进一步 在南韩推广台湾原创作品 去年引进韩版音乐剧 《小王子》中文化的C Musical 今年重启巡回 与版权方HJ Culture合作的 唯一一场南韩演出 日前也在首尔精彩呈现 为了这次的演出 剧团还特别提前一周飞抵首尔 并参与南韩团队的排演 相互交流 团员们直呼获益然多 这个戏很特别的事情是 它是韩国的音乐剧 但翻成中文版 然后我们在台湾演 然后现在回娘家演出 我觉得台湾人来这边演 他们真的可以看到 哇 在台湾的演员们 带来的能量跟 就是那种流动 跟韩国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一看的 就是来演出 其实一方面很希望 让他们可以看到 就是台湾的演员的表演 然后台湾的团队 可以把戏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然后未来最希望 当然是有机会 带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 来韩国演出 C Musical指出 有别于过往 受邀富汗表演 这次是首度售票商演 加上首尔又是音乐剧产业的发展重镇 格外具有意义 演员们则透露 台湾的表演场馆 其实有明显不同 许多展演细节都必须随时调整 也算是难得的经验 中国的舞台跟台湾 我们到时候的舞台也长得有一点的舞台 是蛮不一样的吧 对对对 我们是这样 他们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为了这个剧场 而特别设计了一个环状的 所以变成演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到观众 一直在适应新的版本 然后刚别人说我看这边的时候 当然就说要看这边 哦好看这边 要服务这边的观众 所以应该很容易混淆 我们现在一直在混淆啊 难得有机会在南韩 看到台湾剧团的演出 观众们对于演员们 不同于本地剧团的表异方式 多元的戏剧呈现 都给予高度肯定 很震撼 就是没有想到过 可以在韩国这边听到 就是台湾的音乐剧 韩国和台湾不不不 全世界都非常喜欢音乐 和国家都非常喜欢 今年度的台湾小王子巡回 将自4月起 陆续于台北高雄台中登场 演员们也强调 将带来和去年 截然不同的畅新风貌 中社记者廖宇阳首尔报导 在台湾送货通常是男性 因为需要力气 但是非洲国家莫三比克 和辛巴威边境 却经常看到妇女来回送货 她们头顶众物使命必达 就是为了赚取家计 顶着一大包货物 在头上走起路来 却轻松自在 让人忍不住赞叹 好厉害的应景精神啊 这些人力运送货物的工作者 穿梭在墨三比克 和辛巴威的边界 看起来怎么好像 清一色都是女性 还真没错 这种工作的初衷 就是为了让丧偶的妇女 可以维生 由于辛巴威限制公民 在墨三比克 采购石油 大米和玉米粉的数量 因此辛巴威的市场需求 的确存在 这些妇女运送 像是肥皂 面包还有果汁等商品 再用赚来的钱 来买大米 油 还有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 一位妇女说 她每周的收入 约核心台币2000多元 可以养活一个八口之家 另一位妇女说 每天可以赚大约 新台币300多元 虽然称不上高收入 但是对生活的帮助 已经不小 这份工作原本是 专属于妇女 但现在开始吸引年轻人 甚至是丧偶的男性 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象 中央社综合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亚婷 我们再会 明天所以说 感谢观看